華P50系列已經跳票三、四個月了 但用戶的期待卻絲毫敬 根據內部消息,華已經確定P50系列發布時間會在7月29日進行 如今隨著發布日期臨近,它的核心配置也遭到了曝光 最大用戶關心的處理器現在也有了美目 現在依照最新暴力人士放出的消息 華為P50系列共包括三款機型會混用四種芯片 這四款芯片分別是4G版的驍龍888、麒麟9000E、麒麟9000L以及麒麟9000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麒麟芯片的華為P50系列全部擁有5G功能 當然,它們部分也有包括僅支持4G功能的型號 而頂配版的華為P50 Pro Plus則全部僅提供5G版本 需要注意的是,此次華為P50系列4G版本備貨量遠遠大於5G版本 一旦麒麟芯片缺貨,你可以選擇任意型號的消息884G手機 說到這裡,有人可能會問 P50系列使用4G消息888芯片性能會不會很差勁? 其,這款芯片是小米11系列上的同款 而是僅去掉了5G機代,僅有4G網絡功能 其他地方不變,我們相信華為運用紮實的通信技術功底 同時也掌握著很多4G專利 相信華為P50手機的信號會很好,僅僅是不支持5G網絡而已 話又說回來了,現在很多地方還沒有覆蓋5G網絡 僅有核心地段才有5G信號覆蓋 就這點來看,華為P50不支持5G網絡是一大遺憾 好在它將是一台信號強大的4G手機 除了網絡和芯片之外,華為P50還將預裝紅2.0系統 新系統帶來了更強大的AI人工智能 流暢度體驗也要更好,還能和其他華為設備連動起來 充電速度方面,華為P50配備了有限66W的快充技術 應該會分為環保版和充電器版,價格相差200元左右 手頭上已經有66W快充頭的花粉們 這筆錢就可以省下來了 總的來說,P50系列除了不支持5G網絡之外 它依然擁有業內頂級的性能表現 如果大家對5G無感的話,這台4G手機仍值得入手 尤其是華為P系列的主打影像技術 在這一代產品中將會得到進一步提升 預算充足的話,可以考慮一下華為P50 Pro Plus 而它將會配備麒麟9000芯片 就是價格更高或者缺貨 最後一旦華為P50系列上市 由於4G和5G兩種型號同時出現 可能會出現銷售兩極分化的情況 也由此可見,今年華為P50系列使用四種不同的芯片 也讓華為徹底暴露出了在空境中生存的確很難 雖然2020年華為在美國禁令下達之前 儲備了大量5G芯片 但僅通過半年時間銷售,芯片已經庫存不足 P50系列一旦主推4G 這無疑是在給華粉施加壓力 不過雖說現在華為處於低谷 但也不能說華為沒有翻盤的可能 5G網絡生態界裡、5G資費下降都需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在未來的兩三年時間裡 4G手機都不會完全被淘汰 而華為則可以借助高通芯片將手機業務 壽命延長兩三年 在此期間,國內芯片生產會快速發展 將有望打破這一局面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內容 喜歡我們的視頻請點贊和評論 下期我們再見